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亿资产过活 当然她靠这笔资金过活 生活也可以继续过得很如意 这话不讲 但吕丽娟从来都不甘于只过享受型的傅太太生活 她要做到是女强人 甚至以比尔盖茨为自己的榜样 事实上离开大流后 吕丽娟开公司做投资 20亿资产前生陈 非但没有坐视山空 还多赚了几个亿 只不过为人低调 很少谈及公事 但在私底下频频出手投资物业 曾经香港楼盘黄竹坑战 净缓成为了场中富豪 名人明星追捧的对象 李立军也在低调中出手 连买了四套房 赤资1.4亿 绝对是楼盘的大客户 香港人热衷买楼 因为信奉楼市神话 却又非人人能买楼 因为楼价高 只能说不是香港人 或是不在香港生活 难以理解香港人 拼尽全力都要买一套楼的想法 当然这是平民阶层才会有的想法 对于有钱人来说 买楼想买白菜 说买就买 就像是李立军这般一口气就买下四套房 已经堪称好中好 显然李立军一次买四套房就不是用来自住 主要目的呢 还是等房子升值了再进行出售 赚取中间价 而在楼价上涨之前 还可以用来出租 可谓是一举多得 李立军摇身一变从昔日的落选港姐 奢侈品 售货源 成为了今天的富婆 要承认她的运气太好了 因为有机会认识了刘兰雄 虽然呢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但刘兰雄就像是她的人生导师 经济导师一般 将她从一个寻常阶层引领到了另一个阶层 成为人上人 2015年 刘兰雄公开跟李立军断绝关系 随后呢 正式取了甘比为期 许多人都认为李立军输给甘比了 事实上 如今你仔细看李立军的生活 你才发现这个女博士才是真正的人生一家 李立军是伦敦大学的化学博士 这个学位可是正儿八经拿到的 而不是花钱买的 伦敦大学是全球知名的大学 李立军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也说明了她的聪明才智 不过在刘兰雄狗中 李立军却是一个狭隘蠢笨的女人 刘兰雄曾经说 跟李立军一起出去吃饭 她让李立军帮忙给小费 回到家之后 李立军立刻就跟刘兰雄追讨小费 另外 刘兰雄曾经假装穷 跟李立军借钱 谁知道李立军却不肯借钱给她 刘兰雄说 李立军是一个贪财 小气的女人 所以自己跟她分手了 如今刘兰雄想来 这一切不过是李立军有意为之 她早就想离开刘兰雄了 李立军为刘兰雄 生了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不过她并不想真正的成为 刘兰雄的妻子 毕竟刘兰雄比她大了二十多岁 而且身体也不好 刚好刘兰雄虽然有了荣华富贵 但是却失去了自由 所以李立军放弃了 事实上不是刘兰雄抛弃李立军 而是李立军自己故意装腔做事 让刘兰雄放弃自己 李立军可以说是绝顶聪明 如果李立军不是自己主动离开刘兰雄 那么大家肯定就会说 李立军跟刘兰雄在一起是为了钱 所以李立军知道刘兰雄不喜欢女人贪财 所以就故意装得非常贪心 让刘兰雄把自己抛弃了 这样一来 别人就不会认为李立军跟刘兰雄在一起是为了钱 刘兰雄说自己前前后后给李立军的资产在20亿 包括了珠宝现金房产豪车等等 这些钱足够李立军跟两个孩子生活一生了 虽然最后李立军被大刘分手了 在排名上成为了输家 因为即便为大刘上了一对子女 也没有能够这对子女分到大刘的一分一毫 哪怕是如今他与一对子女所住的独立屋 其实也不是他名下的 就更不要说他所使用的高级奢侈品 比如游艇直升机也不是他的 全都是大刘的 可以理解是大刘慷慨 念及子女的情分 刘了下来供他与子女使用 这看起来似乎很惨 但是李立军一点都不惨 大刘在2016年公开已经与李立军分手 并公开李立军至少在他身上 获得了总值20亿的资产 并称他是超级富婆 从这一点来说 李立军就是稳赚的 虽然房子飞机游艇 不是李立军以及孩子名下的 甚至还不获分产 但那又如何 高级奢侈品都是消耗品 拥有还要倒贴保养 要来也没有意义 房子虽然不是自己的 但是房租水电都不用闲 简直是毫无生活成本 李立军大可拿着这20亿去投资 去发展个人事业 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 在与刘兰雄分手的七年间 李立军投资物业 投资股票 成立个人基金 利用从前与大流在一起时 积攒下来的人脉与经验 大展拳脚 20亿的老本不少反增 如今只是债券利息收益 每年都有新亿元的收入 个人账面资产已经于24亿 李立军一直视比尔盖茨为自己的偶像 更是公开表示 未来会像对方一样做大慈善家 将资产全部捐赠出去 不会留给子女 不过在捐赠资产之前 他依然很积极 很进取的做投资 证券金融方面的投资就不说了 做艺术品的投资也不少 就更不要说做房产上的投资 而在房产上的投资 李立军一直是低调的进取 且一直有所斩获 2018年 他曾经以1.3亿的价格 卖出了甲下利宝中心高层单位 持货才两年呢 就稳赚了于半亿 之后继续在物业方面出手 包括这一次一口气 连买四个新单位 李立军的进取表现呢 在出手的阔绰与大胆 香港热门楼盘黄竹坑站 建皇开卖 吸引了大批来的富豪 个人入手 这个楼盘之所以热门 就在于是香港30年来 首个车站上楼盘 升职空间很大 于是就看了真子丹夫妇出手了 李克勤夫妇出手了 还有一大批富商 名人也出手了 不过这些富商 名人大多都是只认购一套 最多两套 毕竟还是公楼的压力 而李立军就不同了 一口气 买下了四套房子 赤字1.4亿 其中两套均价在 3500万元左右 每一套的使用面积为 919方尺 约合85平方米 这两套房 仅仅是税前就要 1058万 所以形容李立军 是这个楼盘的大户不夸张 这更是说明他身家丰厚 回头来说 能够成为大慈善家 以及成立个人基金事业的 基本都是建立在资产雄厚的基础上 没有几个大钱 还真是做不来善事 这说的就是李立军 那么比较起来 李立军此次豪制1.4亿买房投资 还真不算是什么大投资了 李立军从前靠大流起家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但是离开大流后 他依然能那么洒脱 这全靠真本事 这也是大实话